泰国组织验出市面上的秦王摄乡葡萄 危险化学残留物超标 我国政府也高度关注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投票 可是部门会检查和检验这个品种的进口葡萄 以此安全 我们将去到某些地方做研究 尤其是Mardy和Makmang 我们将研究和研究 部长纳都斯里莫哈默沙布在吉打出席活动时指出 农业部严肃看待涉及公众健康的问题 如果发现有关葡萄确实含有危险成分 当局将立即行动 泰国农要警戒网络日前抽样检测 秦王摄乡葡萄 结果发现绝大部分样本的有毒化学残留物超标 这个组织和泰国消费者协会都要求泰国当局严厉行动 包括勒令进口商和分销商 在秦王摄乡葡萄贴上原产国标签 警惕大众 《混音》农顶 《混音》农顶